解读建筑 今天我们和大家解读一下建筑物的角建筑 在国内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像这样的房子 它的角建筑是非常尖锐的 甚至在十字路口 那些建筑的房子也是十分尖锐的角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十字路口 我们看到这些的房子 它的那个角建筑都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法国一些角建筑 十字路口上的角建筑 我们看它不是尖角 尖角被切掉了 变成了两个角 这就比较柔和 比较讲究了 是不是 给人的感觉会更好 更加的圆润 你再比如说 除了有这个被切成多一个角这样的之外呢 还有这种弧形的 圆形的角建筑 所以在法国呢 更加多建的是这种 被切成啊 尖角被切掉 多了一个角的这种角建筑是比较常见的 弧形圆形的少一点 咱们中国其实啊 是非常讲究 内方外缘的 其实我们房子里面就有很多的尖角 对吧 那外面呢 为什么我们不讲究一些呢 可以把尖角给切掉 或者弧形 给人的感觉会更好 不是说就不可以有尖角 咱们中国是讲究 内方外缘 在外面处事为人要圆润 然后呢 内心要有方 要有原则坚持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倒过来 相反的 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是外方内缘 那就麻烦了 内心没有原则 外面呢 就好像非常尖锐 对待孩子 这样教育孩子非常不好 所以呢 我们里面的房间 我们内心一定要方 但是外面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圆润一些 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 国外的一些建筑 好 今天建筑物的角建筑 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